很多高伙伴白白人 是上出现了没想没想 还是说没受控制行为状况 这里以下上情这是暂妄的行凶 所谓的急性暂妄 其实最容易发生在怎么样的一个场域当中呢 就是我们的家户病房 一些急重症 那很多人会问说 那到底什么是暂妄的一个这个现象 其实我们都会说 它不是一直维持的 它是一个急性发生 那它的时间可能可长可短 那大部分呢 时间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都是比较短暂的 那可以看到它的意识 或者是它的一个认知功能可能有一些变化 这种行为还是改变 在和平方心上来看得到 这也跟一般的优越甚至是 困境都有关系嘛 因为说暂妄作生日平凡 身体外动和人滴滴来下降 会回到团阴的这个基础 以这团阴发生暂妄的这个情形 它为了处理到发生暂妄的这个病人 其美病团队来生日暂妄小组 有得去到展望的这个病团和照顾三宝 希望优越来感觉到北南展望的发生 到所谓的more More 那more取其的就是所谓的music 就是所谓的音乐 音乐 对所以大家会发现到 在交互笔房当中竟然 可以听音乐 对可以传出就是他喜欢的音乐 那再来呢 我们的all就是orientation 就是说我们要暴食 什么暴食很重要 因为人 食 地 是环境当中很重要的一个 定向感的这样的一个加强 所以呢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暴食的一个机制 那后面我也会跟大家再多说一点 那在灯光 刚主持人说的 这个有时候你不知道昼夜 那你就到底不晓得 现在是要吃早餐还是要吃晚餐 对所以呢我们的开灯关灯 其实就相当的重要 所以呢在交互笔房 其实也必须要跟 我们的所有的时间点一样的 那个灯光的开关是很重要的 对那再来呢 其实这些长辈 其实他的这个五感都退化了 所以他的眼睛 他的这个视力 还有他的耳朵 他的听力 都有可能都会有这些 没有办法好好的看清楚 跟好好的听清楚 所以呢我们在交互笔房 也导入这些可以让他 看得清楚 听得清楚的装置 嗯 接下来到我记得 在做当神节目到电来听讲 星期时 晚上是 这点半天南天电视台 第四边再来播出 这礼拜 邀请到既美变 以后理事柯雅婷 跟大家分享到 这个展望的全人 精合的交互概念 欢迎乡亲 按时收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